荒郊野外惊险无名难迟 现场血量很少 说明这个不是第一现场 应该是炮事现场 是情商 仇商 还是屠材害命 从生意象征到林林纠纷 是谁将他置于死地 这你们所有的群众 全部拿着我们排查的一个对象 一双白色绿游戏 寄出模糊的监控录像 我只想弄两只 我也没想 没想心胸杀人 瞬间的邪念 把他推上不归路 带血的生日礼物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期的郊外 是大片广澳的牧区 每年牧草丰盛的时节 人们都会来这里挖野菜 2011年9月27日上午 牧民胡宝峰就是在挖野菜的时候 看到了令人惊悚的一幕 一个人浑身是血 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 胡宝峰试着喊了两声 对方没有应答 看样子已经死了 胡宝峰顿时被吓得浑飞魄散 惊恐之余 他急忙打电话报了警 乌拉特前期的警察很快赶到了 开始勘验现场 死者为男性五十多岁 体态微胖 身穿白色夹克黑色裤子 鉴于身上有多处刀伤 警察确认证明死者死于他杀 死亡时间不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审访障验或者是其他的证捷 能证明他审访的 能证明他的职业的 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现实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惨死在荒郊野外 他因何而死呢 是仇杀 情杀 还是被截杀 一系列的问题 摆在了侦察员的面前 而要想破解这些疑问 首先就要查明诗员 要查清被害人的真实身份 死者仅穿了一双灰色的袜子 右脚的袜间有明显的破洞 整个现场找不到死者的鞋 不过现场有明显的拖拉痕迹 在离尸体二十米远的地方 技术人员发现了清晰的轮胎印 他们猜测这应该是凶手运送尸体时 下车所留下的痕迹 尸体背部和肩部有十处超高 但是现场剧量很少 这就明这个不是第一现场 应该是抛尸现场 为了寻找更多的物证 方案人员扩大了勘察的范围 在离死者不远的地方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矿泉水 这个地方一般很少人过来 综合这些信息 警察对案件也能初步判断 凶手应该被男性一个人 会开车年轻力壮 否则他无法拖动被害人的尸体 杀人之后 他用车把被害人运到了这里 然后将被害人拖下车 扔到套篷当中在驾车逃走 整个案发经过应该就在前一天的夜里 现场勘察和我们的调查取证 没有反映出他杀人的动机 我们也当时很迷茫 他究竟为什么杀人 现在摆在警方面前的至少有三个任务 一是要尽快查明死者的身份 二是寻找第一凶杀现场 三是争取从现场遗留的矿泉水瓶上 提取到嫌疑人的DNA信息 通常他这个传招打不开 像是农民在类型的 因为他当时从这个传造 以貌特征这些杀疼片了 应该是挺普通的 侦察员估计死者应该是当地的农民 于是他们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在周边的村子进行了走访调查 当走访到距离案发现场 1500米远的瓦瑶舍时 有人认出了死者 说这个人就是他们村的名叫刘兰亭 刘兰亭58岁农民 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后 侦察员立即联系上了刘兰亭的儿子 当公交车司机的刘兵 听说父亲遇害了 刘兵十分吃惊 刘兵说父亲是个苦命人 十几年前母亲过世后 一直一个人生活 平时为人善良就是性格有点急 但没听说得罪什么人 谁料竟遭遇这样的厄运 做儿子的 还没来得及尽孝道 父亲就这样没了 刘兵告诉警察 父亲刘兰亭除了重积木地外 还在当地跑着黑车 就是没有营运手续的个体出租 刘兰亭的出租车 是一个银灰色的夏立 出事的那一天 他还曾看见父亲 开着这辆车在街上跑 然而在勘察现场时 侦察员并没有发现 那辆银灰色的夏立车 他这出租车也不在了 不在现场 我们在其他地方也都没有找到 而且他省上的车 还有手机这些 都不在了 根据这些新的信息 办案人员对凶手的作案动机 做出了两点假设 一是仇杀 二是抢劫杀人 而刘兰亭的儿子刘兵认为 父亲死于仇杀的可能性更大 刘兵说 因为跑出租抢活 附近曾经跟一个同行发声过口诀 他怀疑 这个人可能就是幕后真凶 按照刘兵提供的信息 侦察员找了过去 结果发现刘兵提到的那个人 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紧接着 侦察员开始调查 被害人刘兰亭 案发当日的活动轨迹 和平时的社会交往情况 走访调查的同事 侦察员也在设法寻找第一现场 以及刘兰亭的那辆银灰色的下例 技术人员很快从现场遗留的矿泉水瓶上提取到了DNA信息 经过比对 DNA信息与死者刘兰亭的完全一致 这说明这瓶水是刘兰亭生前喝过的 与作案人无关 而就在这时 由村民举报 在离抛尸地点三公里远的一条公路上 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这条公路是从乌拉特前期的白雁花镇 通往先锋镇的 除了血迹 公路上还有两只皮鞋 一个鞋垫 因为刘兰亭被发现时 他的脚上并没有穿鞋 侦察员怀疑这个地方 就是刘兰亭遇害的第一现场 通过现场发现的鞋 和那个血迹的提取 鞋的比对 他的穿着呀 儿子呀 这个都知道 鞋就是后来这么 确认就是死者的鞋 虽然确认了凶杀的第一现场 但在这里 除了死者的物品外 技术人员没有提取到其他物证 凶手是谁 仍旧无从知道 刘兰亭这个人的 他这个Q语不太好 和灵律自己 和他的朋友呀 警察脚瓦子上呀 很多人对他反映了 和他复生过这个Q角 此时 负责摸牌刘兰亭社会背景的侦察员 反馈回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通从那个叫刘兰这个 后年和他这个宅基地 这个事情一直没有 没有调解成 知情人说 刘兰亭翻建房子时 占了邻居刘林家的宅基地 两家人因为这事 一直吵得不可开交 村里出面调解了很多次 都没调解成功 双方积怨很深 在这个处理这个矛盾过程中 这个刘兰亭也说过一些过节的话 这块地我必须整回来 我就让他闹个鱼死瓦破 我必须要把这个地要回来 正在这个调解过程中 刘兰亭遇害了 双方矛盾较深 就在这时 刘兰亭遇害了 有人便怀疑这事就是刘林干的 对于村民们反映上来的这个信索 侦察员很重视 思考再三 他们决定正面接触刘林 这就是刘林 五十多岁 一直在家务农 他不听过盖着锅 他不听过盖 整场锅 我得走过锅 我才给你们收拾 再给我走过锅 你出来你们两家 就给我打不弄 咱们也得 咱们打不弄 关闻 谢谢 这个倒塌的土房就是刘林家的老房子 三个月前刘兰亭盖房子时 从他家后院取土 不小心把刘林家的这处老房子弄倒了 而且刘兰亭的院墙还占了刘林家的宅基地 双方的争执由此而起 调查中 刘林的回答从容镇定 丝毫看不出破绽 在别人眼中 两家人的矛盾很深 可刘林却说 双方的纠纷只是小事一桩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让侦察员感到疑惑 不过因为推断凶手 是一个会开车的年轻人 他们就把刘林 以及刘林丈夫的嫌疑给排除了 可在接下来的走访中 侦察员了解到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他们发现刘林讲了假话 从干部说 两家人不仅发生了多次争吵 还曾经打了起来 有一次 刘林的儿子和刘兰亭动了手 外人拉都拉不开 这与此前刘林的说法显然不同 那么刘林在刻意隐瞒什么 侦察员立刻想到了刘林的儿子小叶 小叶26岁 身强力壮 会开车 加之此前 他曾和刘兰亭动过手 种种迹象表明 小叶的疑点很大 刘林说 他的儿子小叶在陕西省米芝县的一个企业上班 平时都不回来 米芝县离乌拉特前期有500多公里 那案发前后 小叶是否在那里上班呢 为了何时情况 侦察员特意赶到了米芝县 找到了那家企业 企业证实 小叶一直在厂里上班 从未请过假 这样看来 小叶应该不是作案人 刘林一家的作案嫌疑被排除掉了 案件侦察似乎回到了原点 一段视频让凶手献出原形 可他是谁 他的白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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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排中有目击者站了出来 指认犯罪嫌疑人 他叫这家人 女主人特疑啊 这个 他就感觉就是 非常女主人的 不坏事 案件扑朔谜 调查困难重重 这些DNA病毒 这个中文DNA被排除 败血的生日礼物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由邻里关系 引起仇杀的嫌疑被排除了 那会不会是刘兰廷 在白燕花镇得罪过什么人呢 侦察员将调查重点 转向了白燕花镇 正里面所有的群众 我们的常住人口 还有我们的流动人员 还有我们的场所 的从业人员 全部纳入我们 排查的一个对象 白燕花镇的常住人口 有一万多人 排查量十分巨大 不过没多久 侦察员就意外地 获取到了一条线索 原来有人反映 一个在白燕花镇收废品的核鲜 男人突然去向不明 这个人叫李小南 据说跟死者刘兰廷存在着过家 和一个河南的小伙子 因为车的插碰 就是发生了矛盾 和对方要了一些钱 对方是一个年轻人小伙子 当时也很生气 就也说过 说过几的话语 说你贴 等你贴我弄死你 只是群众反映上来的这条线索 可信吗 为了求证真伪 侦察员找到了刘兰廷的儿子刘兵 疑问究竟 刘兵说 也就是在案发五天前 收废品的李小南 开着三轮车和他发生了寡蹭 当时他的车门被撞别了一块 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在自己 而不怪李小南 但是父亲刘兰廷的出现 让事情复杂起来 原本刘兵想赔对方点钱私了 但父亲刘兰廷不仅不让他赔钱 还反咬对方一口 争吵到最后 是李小南赔了刘兵三百元钱 这才把纠纷平息了 李小南二十五岁 河南南洋人会开车 他的这些特点都符合此前警方 所勾勒出的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案发前两人刚刚结怨 案发后 这个收费品的李小南又去向不明 调查到这儿 侦察员认为这个李小南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案发以后是离开了当地 案发前又说过 说我要弄死你什么之类的话 所以呢 咱们重点那就 也查这个人 掌握这一信息后 侦察员连夜追到了河南南洋 几经辗转 他们找到了当事人李小南 听说刘兰廷遇害了 李小南的反应很吃惊 他说 那天两人吵完架的第二天 他感觉没脸面在当地混下去 就回到了河南老家 对后来发生的事完全不知情 而且对于呢 有个人正式 不具备专业司机 那就又把这也拍出掉了 那条鞋说也拍出 把这些人也拍出掉了 绕来绕去 案件没有任何进展 刘兰廷的儿子刘兵坐不住了 他没事就往公安局跑 不停地追问杀害父亲的凶手 到底是谁 经过反复排查 几个重点嫌疑人都被排除掉了 这时警方得出一个结论 刘兰廷并非死于仇杀 那剩下唯一的可能就是抢劫杀人 一般来说呢 抢劫杀人都是流动性作案 随机性很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案件侦破的难度就很大了 这个流动作案的人到底是谁呢 这就是乌拉特前期的白夜花镇 当地跑黑车的司机等客时 一般都把车停放在这个十字路口 侦察员开始以出租车停靠点为中心 向外拓展 重点走访沿街商铺 看看有没有人最近见到过外来可疑人员 当排查到一家小麦店时 侦察员从老板口中得知一条重要线索 小麦店的老板说 9月26日案发当天 有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特意向他打听了 当地出租车的价钱 说是要去先锋镇 问完情况后 这个小伙子还买了一包桂烟 刘兰亭遇害的第一现场 就在白眼花通往先锋镇的路上 而这个小伙子恰巧要打车去先锋镇 刘兰亭的死会与这个小伙子有关吗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侦察员决定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 这一包烟好像行为比较反常 好像有什么心事 然后呢 动在门口敲了一支烟 这个考虑什么事情 就是比较反常 这位女老板还说 抽完烟 那个小伙子随手把烟头扔到了树坑里 这就是小伙子当时扔烟头的树坑 里面垃圾丛生垫顾烟头 技术人员在树坑里翻转 幸运的是 在众多的烟头中 侦察员只找到了一枚贵烟的烟头 他们立即把烟头带回来做了DNA检测 看来这个小伙子以前并没有在公安机关留下案底 据小麦定的老板回忆说 买烟的那个小伙子身高1.7米左右 体态偏瘦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 那个小伙子穿了一双白色的旅游鞋 十分醒目 根据老板的描述 侦察员决定调取沿街的监控视频 希望有所发现 就是在这个商店的向西不太远的一个私营监店 这个商店安装有接控录像 从里面调取了一段视频 就是和这个女老板说的这个 这个小伙子吻合的 就这么一个人的一段监控视频 就是这个小伙子 案发当天他从经店门前路过 正好穿的是一双白色的旅游鞋 经小卖店老板辨认 此人就是在他店里买烟的那个小伙子 为了查明这个小伙子的身份 侦察员拿着这段视频四处走访 老板 馨哥 老板 馨哥 老板 我们现在在这一段视频 用债材 这一样的 就这个 还是白鞋这个 这个不借过 不是拿打地刀啊 你看这个是吗 这个是什么 借过后来说 那边也要去 然而排查的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为了尽快破案 当地警方把排查范围拓展到了整个乌拉特前期 案发第四天 当走访到先锋镇张棱村时 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机 一个叫王芳的老太太说 案发当晚她曾看到刘兰廷开车来过他们村 在案发当天晚上 就看到了受害人的车 停到了村口的路上 当时因为车有灯光 她也看到了司机就是咱们的被害人刘兰廷 王芳跟办案人员十分肯定的说 他跟刘兰廷认识不会看错 当时是晚上20点 车停下后 他还看到一个20多岁的小伙 从车上走了下来直奔她的邻居家 二十岁左右的小后生 这个后生说了一句话 我二姨家没有人等一见哪些 我二姨跟他睡下来 那咱们往回饭 王芳说 他邻居家正好有一个外甥名叫刘强 二十多岁 没事总来玩 因为来的次数多了 他对这个刘强也就印象很深 这老太太他直接就感觉这个人 他通过他的声音啊 或者说他叫这家人女主人叫姨啊 他就感觉就是这家女主人的一个外甥 警察刘强二十二岁 吴拉山证人 从时间上推测 侦察员认为这个刘强 应该是案发晚上刘兰廷拉的最后一个客人 因此刘强的作案嫌疑陡然上升 案发的时间和案发以后 就在于他的居住地找不到了 这个人就失踪了 这就增加了咱们对这个刘强的怀疑心 那么查找刘强呢 当时就成为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怀疑归怀疑 案件是不是刘强所为 一切还要拿证据来说话 就在这时 侦察员接到了包头社公安局的通报 对方称在他们辖区内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银灰色下离车 车上有血迹 闻讯后 侦察员立即赶了过去 这就是那辆下离车 车体血迹斑斑 经理对车牌号 这辆车就是刘强亭被抢走的出租车 在车上 技术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烟头 矿泉水瓶 以及行凶的匕首套等 同时 技术人员还在车上提取到了疑似嫌疑人的指纹和生物检材 从手足车 提到了 鞋银上的生物检材 然后他们就是DNA进行比对 经比对 从刘强亭车上提取到的疑似嫌疑人的DNA信息 与此前技术人员在柜牌烟头上提取到的DNA信息完全一致 这说明买烟的那个小伙子 也就是视频中的这个人就是嫌疑人 从那个被抢车上面提取到大量的生物检材和指纹烂 这些关键的证据 但是在咱们的公安数据库里面比对 没有发现犯罪性 就说明这个人以前没有被咱们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迂回调查的结果让侦察员怦然心动 这个小伙子 是有点像 像的 这个意思是像骗的 白血用黑上衣 如此多装 让他成为警方的重点怀疑对象 他如果要想四级作证一案 还应该是写才好 才好点 真凶贵案 他将述了不为人知的作案东西 给他真相 让他看我 我也不是个没用的人 代血的生日礼物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此前侦察员曾摸牌道 刘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那视频中那个小伙子会不会就是刘强呢 侦察员决定从侧面进行迂回调查 他们带着那段监控视频找到了刘强所在的村委会 由于视频效果并不是很清晰 村委会的人也不敢肯定这个人一定就是刘强 而此时经过多方查找 侦察员发现刘强已经去向不明 事已至此 他们决定正面接触刘强的父母 看过这段视频 刘强的父母都说 视频中的那个小伙子并不是他们的儿子 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也不知道 如此回答出乎了侦察员的意料 刘强的父母说 儿子外出打工几个月了 平时很少跟家里联系 所以他们也不清楚儿子目前到底在哪 这时侦察员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他的父母将的悬崖采接了一个 建设的DNA地队 最后从那个DNA哪排除 比对结果显示 案件嫌疑人的DNA信息 与刘强父母的DNA信息有很大差异 刘强的作案嫌疑被排除掉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案件再次回到了原点 此时已经是案发第六天了 破不了案 刘兰亭的儿子刘兵也是心急如焚 他希望警方能早日抓获凶手 如果张能村的王芳当晚所见属实的话 那说明杀害刘兰亭的凶手 肯定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小伙子 可这人不是此前所怀疑的刘强 又会是谁呢 刘强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之后 排查工作似乎又要从头开始 现在虽然获取了嫌疑人的视频截图和DNA信息 但是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个人并不容易 不过侦察人员相信既然凶手来过当地 那他一定还会在其他地方留下信息 2011年10月3日案发第7天 正值国境长假 所有参与破案的民警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作案人可能还会在什么地方留有信息 他从外头过来可能落脚在这个白眼花镇 所以对白眼花镇的旅馆这些 全面就想排查 看有没有住宿的 他如果要下四级之阵 他应该是才好点 围绕旅地在一块了 我们再开排查 警方假设 嫌疑人是从其他地方流窜到白眼花镇作案的 那这个人到了白眼花肯定要住店要吃饭 根据这个假设 侦察员重点排查当地的旅馆和饭店 以期寻找到突破点 就是犯罪行人可能落脚的地点 西域中心 林管是些地方 咱们都坚强了我们派调查 有进展明显的效果吗 这都没有 但是排查旅店和饭店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成果 在重新梳理案件信息时 办案人员产生了一个疑问 此前小卖店的女老板提到 嫌疑人曾在他那里买过烟 当时是下午三点钟 而据目击者王芳老人所说 他是在晚上八点钟看到刘兰廷拉着嫌疑人开车进村的 这中间有将近五个小时的空档 嫌疑人去了哪里呢 或者要玩 那么我们对一些场所的一些 一个是街上警有的一些监控 进行调题 第二他有没有在网吧上网的记录 白雁花镇共有三家网吧 侦察员将这三家网吧 案发那一天的监控视频全部考了回来 反复观看 反复观看 起初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这让侦察员心有不甘 静下心来 他决定一针一针的查看 终于有了收获 一家网吧的视频资料显示 9月26日晚19点40分 一个小伙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侦察员注意到 他穿着一双白色的旅游鞋 而这个人随手拿起的外套是黑色的 这两点都跟犯罪嫌疑人的衣着特征 十分吻合 经小卖店女老板辨认 这个人正是从他那里买烟的那个小伙子 那他到底是谁呢 上网的登记信息显示 这个人叫薛战全 22岁 乌拉特前期杀脑包存人 案件到此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 随后 侦察员带着监控视频 找到了薛战全所在的杀脑包存 让村委会成员进行辨认 看过视频 大家一致认定 视频中的那个人就是薛战全 薛战全呢 从156岁就离家自己外出打工 常年在外 之前人给他们反应应该是在包头 侦察员火速赶往包头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他们很快查明了薛战全的社会关系 原来薛战全在包头交了一个女朋友 是开理发店的 侦察员分析薛战全有可能就藏在他女朋友那里 在包头衣机厂的一个商业小区 开了一个理发店 这样呢 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薛战全的 现在有一个展触的落脚 为了不打草惊蛇 侦察员以顾客的身份 走进了这家理发店 交谈大约过了有三分钟 薛战全就从门口进来 看他的长相 看他的体态 我就可以确定他应该是薛战全 确定身份后 侦察员立即将薛战全抓获 而这位就是薛战全的女朋友阿梅 这是犯罪嫌疑人薛战全 经比对技术人员在夏里车上提取到的那枚指纹就是薛战全留下的 同时技术人员提取到的两份生物检材经比对DNA信息也与薛战全完全相符 证据面前薛战全承认刘兰婷是他杀的 我只想弄两只 我也没想 没想心胸杀人 与薛战全交代 案发那天晚上19点40分 他从网吧出来 正好碰见一个出租车司机在街边揽客 于是他就上了车 而这个出租车司机就是被害人刘兰婷 薛战全说 去张棱村只是一个幌子 到了地方后 他随意指了一栋房子 说是他二姨家 然后称家中没人 就让刘兰婷带他回来 恰巧这一幕就被张棱村的王芳看到了 回来的路上 薛战全谎称要小病 把刘兰婷骗下了车 此时刘兰婷丝毫没有意识到 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我俩都小病了 然后小完病以后我就 当时我脑子真挺乱的 我啥话都不敢说 就直接把大爷给捅了 在路边捅此刘兰婷后 薛战全把刘兰婷的尸体弄上车 开车驶离了案发现场 之后找到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 把已经死亡的刘兰婷扔了下来 随后薛战全带着警察指认了凶杀现场 你在哪儿桶子啊 在 我刚刚我大爷小别的 在哪儿小别的 在 对方小别的 小别的上车 小别的上车之后捅着 上车之后捅着 捅完大爷以后 让大爷再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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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捅着这些大爷再捅着 再捅着然后就把大爷扶在车上来 紧接着薛战全又带着警察赶到了三公里之外 指认了他的抛尸地点 大家把大爷弄过来的 从 就是从 从厂城那里把大爷拉过来的 在哪条的车 在那个 六百百上 六百百把大爷弄过来的 拉上过来的 拉的是什么地方 拉的 那就算了啊 就是说 喝啥的 拉的头部拉过来的 拉过再摆倒 坐完后薛战全潜逃回高头 把作案室的那身血衣扔到了一个公共厕所里 经过打捞 侦察员最终找到了薛战权作案室所穿的那身衣服 一个处处茅庐的小伙 为何会走上强劫杀人之路 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 让他的内心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一个约定让他剥夺了别人的生命 也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代写的生日礼物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案件到此水落石出 薛战权就是杀害刘兰婷的凶手 那一个22岁的小伙子 怎么会走上抢劫杀人这条路呢 面对审讯 薛战权的回答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原来他的犯罪动机很简单 简单的让人不敢相信 薛战权说 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干出杀人的事 其实最初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弄点钱给女友买一份礼物 薛战权说 由于自己家里很穷 16岁那年他就一个人到包头市去打工 起初是在一家汽车修配厂当学徒工 每月只有50元的学徒费 改行做烧烤后 薛战权的收入才渐渐有所起色 到了2010年 薛战权每月都能赚到两三千元 这在包头市收入也算不错了 有了点钱 薛战权就想着找个对象 就在这时 他认识了一个名叫阿梅的女孩 阿梅的出现让薛战权眼前一亮 两人很谈得来 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也就是这时起 薛战权开始规划未来 想多赚些钱 等将来盘一个烧烤店 他来当老板 让阿梅当老板娘 愿望是美好的 可仅仅过了几个月 薛战权的这个梦 就被无情的击碎了 今年得以干 得以干以后 我找了个对象 然后就去 然后对象 意思就是说 我得以干 不是不能干重活 然后就去对象那 在对象那养病 此后薛战权就记住 在女朋友阿梅那里 吃住行等所有花费 都由女友来承担 时间久了 阿梅便有些厌烦 总是用话来噎血战权 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 让薛战权无法忍受 内心里她憋着一口气 那就是要弄到一笔钱 证明给女朋友看 碰巧女友阿梅的生日快到了 薛战权盘算着 要准备一个像样的生日礼物 挽回女朋友的心 她的生活来源 靠女朋友来接济 那么女朋友要过生日 她心里面感觉过意不去 要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 但是她身无封王 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 她选择了 杀人抢劫 2011年9月26日 也就是薛战权行凶的那一天 她告诉女友 自己要回趟老家 给女友准备生日礼物 10月1日想办 这就多少钱 哪里了 一下一下 我记得哪下了 我认识不到10月1日 送你一点香料 就扑扑托托那种 接下来 那你估计当时 你自己给自己预算的事 这个接下来多少钱 也就是一千块钱 也就是那天 薛战权从包头市 回到了乌拉特前期 买了一把刀后 他来到了白眼花镇 寻找抢劫的目标 当时薛战权只是想 抢辆车卖了 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 当时也没想到 又后果有这么严重 只想了 给他赠钱 我让他看我 我也不是个没用的人 虽然我有朋友 但是我能给他赠钱 准备妥当后 薛战权去了网吧 一直玩到19点40分 此时天已经黑了 能下手了 薛战权出门后 就搭上了刘兰亭的车 当时我突然说 我也挺害怕 因为我平时 连鸡都不敢杀 有时候看见血路 都难受了 想往出头 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薛战权 这是陷入了矛盾和纠结中 到底要不要抢劫呢 他想抢劫 却又感觉 难以对付眼前 这个50多岁的壮汉 当夜拖的路程当中 我想过很多次 我到底该不该 当时脑子里就这句话 我到底该不该 就在这时 女友阿美打来电话 问她生日礼物准备好了吗 女友的电话 让薛战权头脑一热 最终她做出了 让她悔恨终身的选择 把刘兰廷骗下车 并在慌乱中 拿刀刺向了 毫无防备的刘兰廷 那么现场的情况非常惨 那么死者身上被捧数刀 他杀人以后 抢到的钱 要为女朋友买生日礼物 原本薛战权以为 刘兰廷身上会有很多钱 结果翻来翻去 只找到了100块钱 本来他还想把车开到包头卖了 用卖车的钱 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 没想到半路上 遇到警察夜查 这让薛战权很害怕 这是包头的哈德门收费站 他车到那以后 他发现 那收费站附近有交警在凶查 然后把车跑到当地一个军员后面 一个土堆的下面 把车就放到那 回到包头后 薛战权一直瞒着女友 没有说出实情 因为只抢到了100块钱 所以生日那天 薛战权就用这笔钱 给女朋友买了个生日蛋糕 再没有准备其他礼物 薛战权杀人的消息 很快传回家里 听说儿子杀了人 薛战权的母亲老泪纵横 整个人几乎崩溃 我不小心 我也好不小心 从来没打过家 就这么拐 拐子拐了 你说我 咋就说 你不好听 母亲说 儿子从小懂事 也不招惹是非 知道家境不好 早早便出去打工赚钱了 在他的印象里 儿子唯一的缺点 就是不好好读书 薛战权的父母都是农民 靠中三四母地 养十几只羊 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 当得知死者刘兰亭的儿子 刘斌提出60万的赔偿要求后 老两口一筹莫展 薛战权的父亲薛斌说 他是真想赔钱 求得对方的谅解 争取给儿子留条婆路 但现实很残酷 他们家拿不出钱 哪怕是一万元 最后也没再过来 跟我刷一 也没刷一 因为他们也请 我希望国家 可以给个机会 再对立功 2012年年底 一审法院的判决下来了 薛战权因抢劫杀人 被判处死刑 薛战权提出上诉 目前案件还在二审当中 薛战权已经降临了 他觉得怕事情重不动吗 怕重 为什么不动 毕竟不一条状量 这很好看 这把后面 这开箱是 这样是 这样背下开箱 客观的讲 薛战权并不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人 可是他偏偏干出了 杀人越货的事 因为年少无知 因为一时冲动 他毁掉了两个家庭 同时也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今天的故事 再次警示人们 缺乏起码的 法律观念的人生 可能会出现 这么可怕的偏差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新闻和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